我的天哪 你玩过这种迷你彩虹圈吗 谈谈的还能拉伸超长 有个小伙子 在这种彩虹圈里 发现了他生的宝宝 小小的超级迷你 据说放进水里 泡24个小时 他就会变大100倍 变成有魔法的魔力彩虹圈 真的太神奇了 这种彩虹圈脑盒 我好像在小卖部见过 理想到这种迷你彩虹圈 还会生宝宝 他的宝宝放进水里泡一泡 怎么变大100倍 变成魔法彩虹圈 我也太生气了吧 不行 我得去小卖部 帮小伙伴们试试水 宝宝们 我买了整整30小盒 老板说了 只有买拳头 才有可能找得到彩虹圈宝宝 那能不能跟他扶车 赶紧来看看彩虹圈 有没有生小宝宝吗 小伙伴们 这30小盒彩虹圈 买了我整整90块钱 他也拆完以后 你们帮我看看 到底值不值 两颗小猩猩 我们来拆第一盒 我可以 竟然是黄蓝变变的 这个宝宝圈也太可爱了 上面还有一个微笑的表情呢 不过他怎么不像视频里一样 弹弹的呀 也没有往下掉小圈圈 奇怪了 就是这么回事啊 哦我知道了 这得拉伸开才行啊 拉伸开以后 他就变成一个彩虹弹簧圈了 中间的笑脸还能拉超长呢 不过这盒里面 没有看见他说的宝宝呀 看来咱们还得继续来拆 这个封面上还有爱丁屏的呢 不知道我能不能出到爱丁屏的 嘿 这里是一个黄蓝间店的 这盒里面也没有生宝宝 继续拆 这一只竟然是全粉色了 好漂亮的颜色啊 还能把它拧成一朵小花呢 不过这盒里面也没有弹弹弹簧宝宝 我抽到的这三个 该不会都是真的吧 小伙伴们 你们说我能抽到带宝宝的彩虹弦吗 免得在哪 咱们继续来说 这一刻咱们就加快速度了 小伙伴们 我已经快要全部拆完了 现在只剩最后四盒了 这么多漂亮的彩虹弦 连一个宝宝都没生 我今天该不会拆不到彩虹宝宝吧 那这一盒不都给浪费了 要还是算把这最后四盒给拆拆 再下定论吧 嘿 这一盒没有 这一盒也是空吧 这个也没 希望彻底破灭了 所有的彩虹弦我都已经拆完了 这一只百官我都没看见 看来这一次 我是上仗了 如果没关系 没有魔力彩虹弦 咱们就自己来编呗 只要把这一堆彩虹弦给粘起来 不就变成一个巨星藏圈了吗 小伙伴们给贵贵我点点赞的 咱们把这些藏圈全部粘起来 好 这么 我现在已经把这些小圈 共成八个藏圈了 接下来只要把这八个藏圈 给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彩虹弦尘试了 我已经别玩好了 你们知道它有多长吗 简直都看不到标准哪了 现在我来试一下 整个超长彩虹弦 玩起来是什么感觉 它在冰起来 真的太好玩了吧 哦 抬摟了 这玩起来也太过瘾了吧 吠咧 彩虹弦落在海的鱼卷 太美了 再来一次 真的太可惜了 你会在玩什么呢 这是什么呀 怎么这么长 这还是个迷你的 这也太小了吧 有什么用呀 我该是玩这个大的吧 你偷偷摊到圈吗 这行马怎么呢 这个是巨型弹簧圈 怎么突然拨了一个这么大的弹簧圈 不是离一个一模一样 小龙胖猫 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